大家好,今天是6月21号,现在早上的8点钟 今天是高温天气,现在出来扫一个街 看一下咱们纽约欢吃去法拉盛 8点钟,大家在干什么 摆地摊的已经摆好了 因为早上的温度要低一点 今天最高温度要达到34摄氏度 现在可能就是20几度,还好一点 这是新天津包子,我经常在这买吃的 那一会儿我过来呢,要买他们家的韭菜盒子和粥 那我先扫一下街再过去 中美超市都开门了 大家都陆陆续续进去了 现在来买菜比较好一点 一会儿中午出来的话,极其的热 他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的9点钟 现在来继续走 我今天用的是大江口袋相机 但是是第一代,我以前买了都没有怎么用过 去印度的时候用过一次 然后基本上就没用过 今天出来用一下 这街边还有一个躺平的大神 昨天晚上我就看他睡在这里 然后现在继续走 优备烘焙都开了 今天真的是比较热 老人小孩最好还是不要出门 家里待着 这边摆摊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这是卖什么粽子的 和这个 红的是什么 红曲还是什么 这应该是福建人的 不知道 听不懂 很多超市才开始赶摆 8点钟 今天来试一下这个口袋相机 因为我准备 准备 哦哟 哦,这以前四菜一汤嘛 要重新装修了 感觉里面好像要隔成小间小间的 还是开餐厅啊 现在都整成钢架结构在里面 这样比较好隔断啊 工人8点钟就开始搬了 那就不进去了啊 全新全新装修 夏天来了 这个两边菜市场卖 卖菜的也多了啊 卖的什么沙拉 大饼 哇便宜啊 才一块钱一袋啊 一块钱哇便宜便宜 这卖菜的啊 我都是自己家里种的啊 这个摁菜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 啊 不知道 没有 没有 这边卖菜的 小白菜啊 他们这个有的是种的啊 有的是去进的货的 卖 因为自己种的和那个打批发 把卖也是看得出来的 自己种的一般那个菜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哇 那个货车开的好快 完全是超速啊 那个小皮卡 好吓人哦 嗯 这边还有一些商店没有开啊 这这边在卖什么 手推车 十块钱一个啊 十块钱一个 那就可以的 到长江超市了啊 这边西里的朋友的早菜摊都开了 长江超市这个人气不减呢 虽然地面缩小了一半啊 但是门口水果摊生意依旧啊 嗯 门口有一些打折的水果啊 风景游人啊 风景游人啊 风景游人 长江超市水果还是不错的 蛮新鲜的 他们家里面就是以前那些 生鲜啊 没有没有了 肉类没有了 价格都还不可以 嗯 不知道今天那个大江 拍出来效果如何 我觉得应该比我那台运动相机 拍出来要好 那台运动相机确实有点糟糕 很多观众朋友反映 看得头晕 那个也是大江的啊 然后呢 就是说那个画面不怎么亮 有点黑区区的 走到新世界超市门口了 早晨突然少见 还比较凉快啊 先走一圈 昨天去唐春街啊 街上的游客啊 都还是比较少 太热了 哇 摆衣服的这么早就搞出来了 哇 手机摊的也摆出来了 手机贴膜三块三块 手机贴膜三块三块 莫西哥小贩卖早餐啊 地铁口 一会要收的 在纽约吧 地铁口是人去尊望的啊 大家也喜欢在地铁口摆摊 因为人多嘛 卖蓝牙耳机的 地铁口这个墨西哥小贩的水果 还放在这儿了 人不在啊 这边是在那儿办公交卡的 继续扫一圈 早上还有一点凉风啊 今天过了以后可能明天会下雨 今天是这个礼拜最热的一天啊 气温达到了风值 昨天32今天34 又高了2个摄氏度 我手上这台大江口袋相机是第一代 现在都出第三代了啊 我这个都是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买的 结果没想到到了印度还没没拍两三下 摔坏了 后来呢我买了保险 又赔了一个新的给我 水就一直没有用啊 因为还是手机比较方便 他这个必定还要通过他自带的AT 导入手机啊 但是现在第三代特别好了已经 今天摆摊的好早啊 对面水果已经摆好了 前面我就不去了北方大道前面啊 道明银行了 然后我就走这边吧 走有连接 再撞一圈啊 早上的街头啊 每个人看的都是神采奕奕啊 因为大家都刚梳洗好嘛 出门啊 脸上也没有泛油光 昨天唐人街我去的唐人街啊 是非常非常热 但是晚上很凉快啊 像昨天晚上我又拍了一个警讯 在邦尼街那边 视频我还没编出来 有个人被打了 我去的时候 正躺在地下 脸打的满脸是雪 视频我明天发 因为太短了 今天再拍一个警讯把它凑在一起啊 然后呢 晚上十二点过的时候 又说有人打 呃 持刀打架 好像抢劫嘛 结果跑去过 跑去十二点过了 骑自行车跑去 跑过去 哎呀妈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白跑一趟 哇 那边 下面有个分泰泥的 有个人是分泰泥 大家看 现在别拍好下来 是个外族 是个外族 哎呀 刚才那个女的在那个铁栏杆下啊 好像好像是吃了分泰泥 大家有时候在街上看到有些人啊 弯着腰 然后神轻恍复 双手下垂 哎 然后动作很缓慢 好正常就是吸了毒的啊 你看现在阳光已经灑下来了啊 八点过 刚过八点 那边前面就是海底捞了 哦 撞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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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车了啊 撞车了 好 那边巴士车和韩国车相撞 走到这个 留一手火锅这里啊 这有有架钢琴 白天是打开的 大家可以来弹 晚上他就把它照起来了 怕下雨嘛 下面还有白小时摊的吗 哦 好像是摆的是街坊结 好像是街坊结 这是政府给画出来 画出来摆的 还在摆 今天韩国人开的店比较多 零食火锅 这是条单行道啊 那个小车和公交车相撞 不照谁的责任 就随便拍了一下 那公交司机 也不愿意别人在那老拍 对吧 早上出来还行 这边等巴士的人比较多了 算是四度高温的早上啊 感觉大家还是没有受这个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啊 大家该干嘛干嘛 我是不怕热的 我都不吹空调的 我晚上连电风扇都不开 睡觉 现在走到这个罗斯福大道和有连接口子上了 一会去买早餐 还是怎么样回家自己做 回家自己做吧 现在外面吃早饭都不便宜了 现在物价涨得太贵了 看一下 罗斯福 这边是太阳商城 东大门商场 韩国人的 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一会反馈反馈 我拍完回去就把它发了 今天是礼拜几啊 哎呦 礼拜五了 时间可真快啊 一眨眼 真是百居过西啊 这边是绿灯 先过马路 我在街上拍视频啊 每次发现那个车祸啊 壮的比较轻 壮的比较惨的 都是日韩车啊 在我的印象里 我觉得美国车好像比较精壮 谁要我问我要买什么车啊 如果我自己啊 有钱我要买什么车 我还是想买美国车啊 我觉得要壮实一点 日韩车有点有点脆 外壮细细细的 不经整啊 哇这个秀秀花好漂亮哦 你看早上的阳光灑下来好美啊 感觉生活好美好 但我说的也不见得 但是日本车呢 它比较修理啊 比较便宜啊 如果你要买德系车 欧洲车修理又贵啊 买美国车呢也还行 但是日韩车你开旧了 拿去卖的话呢 它好卖 对吧 二手市场还比较 大家比较喜欢 特别像华人比较喜欢 选日本车 我开的也是日本车 但是也是经常坏啊 那天去了趟长岛 回来又坏了车 说是我把那个 开车那档挂在了N档 那我记得没有 我就是开车的中途 突然好像跳到了N档 那个车腾了一下 我也没在意 回来以后 有天去看 说里面他们游漏完了 哎呀我也不是很懂啊 反正又要修啊 这一辆破车修来修去修来修去 都够买一辆新车的首付了 哎呀 没有车吧也不行 有时候你去远一点地方 你就要求别人 对吧 别人拉你啊或者怎么样 你又扛了有东西 自己有车呢就万事不求人 也不受人摆布 对吧 不受人运速 不受别人限制 对吧 比较自由 哎呀小妈他卖了吧 又又卖不了两个钱 卖了你要买两新车 你又很难驾这个市 对吧 二手车买来也不想再买二手车了 二手车买来也是每天到晚 羞羞补补补的 多的都着了 我这有个小裁缝铺啊 韩国人开的 这是一手店 卖的包子 我这个人嘛买东西就喜欢 认着一家买 比如说这家我在他们家吃过好吃啊 我基本上就在他们家买了 因为有时候去换一家早餐店的话 因为他做的不好 这家是卖伞子的啊 我原来拍过 雪原小吃不 蹦步小吃 他们家装修的挺漂亮的啊 你看 有点世外桃园的风格啊 虽然这些竹子什么的花什么的都是假的 但是还是有点满园橙色关不住的感觉啊 你看小院 雪原小吃不啊 弟子在哪里啊 给大家说一下 有年街和这个邦里街 十字路口啊 前面就是那个 排亚龙吧 昨天晚上拍的那个打架 打得很惨的就在前面 这前面是那个事故高发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多人啊 这个纽约治安太吓人了 这些老的公寓楼我觉得特别漂亮啊 感觉可以和历史对话啊 不喜欢现在纽约新修的那些 新修的房子都是玻璃的外墙啊 没有特色啊 和全世界啊 这些大城市都一样一样的啊 刚才说到买车哈 一旦车卖了就很难再买一个车了 对吧大家知道现在车又不便宜 本来一开出那个4S店 它就要降价就打折扣了 对吧 就要少几千块钱 然后再挂两下挂花 又瘦了一半了 对吧 所以就还是在旧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吧 除非发生很大的故障啊 太多钱了就放弃 一般情况下还是继续修一下 因为我就天气好了嘛 我还想去那个 纽约上周的一些寺庙 庄严是我去了 还有一些寺庙没去 准备去拍一拍 因为我是信佛教的嘛 你要自己没有车 你说你怎么去 对吧 有时候别人 这边华人有些社团 他们也组织去那些寺庙 但是人家 大家一起去的话 这个时间有限制 那我拍视频 就不可能说 以我一个人的这个主观意识为转移 对吧 想待多久想拍多久 你要跟着人家集体行动 所以说也是个麻烦事 比如说我还想去新泽西州的那个 印度工 也要开车去的 跟大家一起去呢 就是 你要慢慢拍的话 就不行 对吧 你跟大家一起去 所以就要遵循这个团队的时间 人家说走就要走 唉 所以 有时候没有车啊 也是麻烦事 每个月吧 还要给保险费 也是麻烦事 每个月起码100块钱 开不开都100 然后我买那个地铁卡 一个月是130美元 嗯 看每个月这个固定的车费就是200多 哎呀 反正怎么样你都省不下钱 对吧 有车吧 还可以去一下这个湿河远方去拍一下 拍下纽约之外的地方 纽约 大家说抽风风乱糟糟啊 但是离开纽约 一下就很漂亮了 就非常的美国了 非常的漂亮 现在还行吧 油价降下来了 对吧 那疫情的时候 那个油价才吓人了 5块多 一家人 对吧 我拍过嘛 现在3块多嘛 对吧 3块2毛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啊 就已经差不多了 少了这么多 我来去买早餐 逛了一圈过来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祝大家下安